中腐穴 也就是中腐穴 那首先来看它的定位 中腐穴在我们标准定位是胸骨平第一肋 肋骨的间歇 这个缝隙里面 正中线旁开六寸左右各一穴 很麻烦 对不对 很麻烦 怎么找 给大家讲 很好找 第一 不 做好 双手要插腰 插到腰里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锁骨 看到没有 锁骨外沿 这有一个窝 这个窝是什么 我们是下一次要学的 是云门学 找到这个窝以后呢 向下量一寸 还记不记得我上一节课讲的 一寸是多少 看到没有 一大拇指就行了 大拇指 那么就是我们 这个看到没有 锁骨的外侧下沿一个三角窝 这个窝 往下一寸 就是你大拇指一寸 就对了 我这个要靠外一点 我这个是反的 反向的 看不到 镜头是反的 那就在这个下面 那就在这个位置 你按了以后会有酸胀感 那就是我们的什么 中腹穴 这就是中腹穴 好 我们看这个图 图 我们再来一遍 锁骨 你手插腰以后 锁骨就露出来了 露到这儿有一个窝 我告诉你 这有一个小窝 这一个小窝 这个窝下面 这是多少 一寸的位置 也就是你大拇指的 一指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中腹穴 好 找到中腹穴了 那中腹穴有什么用呢 我们找到 不知道怎么用呢 行吗 中腹穴可以治疗 咳嗽 气喘 胸满 疼痛 胸满就是脏 就是闷的意思 就是很闷 觉得胸口很闷 那你可以用一下中腹穴 觉得咳嗽气喘 也可以揪一揪 这是非常好的 而且第二个 它可以治疗肩背疼痛 治疗肩膀 我们肩膀不是疼吗 有时候后背疼 为什么会治疗后背疼 你胸是肺在里面 是不是前后都有 连在一块 是不是 所以它 第一个治疗 咳嗽咳喘 胸闷疼痛 是呼吸系统本来的一个问题 它所以手太阴肺筋嘛 对吧 这是它本来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肩背痛 肩膀和背 经络所过 主治所及 好 这是第二个 这是它的主治 我们大家记住了 好 那么它的配血能治疗什么 我们的中腹穴 大椎孔椎 可以治疗肺炎 配太西太渊竹山里 可以治疗肺结核 可以哀咎 也可以症 配肩死穴 和骨穴 脸上肿 你脸上肿 就可以配肩死和和骨穴 那样就效果比较好了 配负六 负六是哪个精啊 是不是圣经啊 圣足水 它可以生精润造 是什么呢 你看肺皂 它的咳嗽 肺皂咳嗽是什么 干咳 少痰 干咳少痰 或者是无痰 就根本就没有痰 这样的呢 可以配负六 配负六 圣经的血 所以取中腹 然后再取腿上的负六 这样的话呢 可以治疗 照热的咳嗽 配上 这就是我们的常规的中腹 我们常用的配血方法 如果你记得好 我们在临床 遇到问题解决起来 就会怎么样 就会发现 方便了很多